街边的一个木头小餐车 北到下午总会飘散出甜蜜香气 走近一看原来是专卖卤味的店家 不管是蔬菜还是黑轮大肠 泡制后就能换上咖啡色外衣 看起来就很入味 我们家的卤味是冷卤 然后我们都是用蜂蜜去取代糖 其他蜂蜜的用意是让色泽更深 你可以看橱窗我们的颜色都特别重 看起来就是非常的入味 酱油也是纯酿造的 不含防腐剂 然后也不添加任何加工类型的酱油 因为我们已经卤的够味道了 所以我们不需要去加热 现切完之后会加少许的胡椒 然后用洋葱去解腻 不需要特别添加一些外在的风味来提味 在这么多的卤味品项中 老板强力推荐三种 是他们家不可错过的弊肠滋味 究竟好吃的秘诀在哪呢 我们有设定招牌跟客人点到变成招牌了 那我们自己推就是米血豆干乳蛋 软铁蛋不是铁蛋又不是卤蛋 因为它的口感是外Q内软 就是介于在两者之间 卤的比例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也是研究很久的比例 然后去卤豆干 其实就是最有味道的一款 米血是我们唯一是热的 叫卤透透米血 因为非常的软 然后卤的非常的入味 另外一样增添风味的秘密武器 就是老板自己炒制的辣椒酱 香麻微辣的滋味超开胃 让许多客人品尝后都念念不忘 辣椒酱的部分 我们才十几种中药材爆炒 再做成麻辣酱 特别是香跟麻 我们比较不会辣 所以卤味都加一点微辣 其实是最好的搭配 然后我们还会有限定商品跟猪肉精 蛮多客人每天都会把这些商品点完的 我今天买他们家的特产 就是卤蛋 然后还有海带 那今天又多加的高丽菜 还有那个小的一些小花椰菜 蛮好吃的 对对对 而且他们有那个蜂蜜甜甜的味道 所以非常nice 他们的那个大肠 还有那个腱子肉 还有那个高丽菜 这些都是我比较喜欢的 因为他们的卤味带有一点淡淡的 蜂蜜的香味甜甜的 因为我本身比较喜欢吃甜咸甜咸的 所以刚好符合我的口味 而且他们的辣椒很香 很好吃 蜂蜜卤味有多美味 从开店后络绎不绝的人潮 老板切卤味的手没听过 好吃 再看看客人吃完的满足神情 到底好不好吃 就等您自己来品尝啰 记者肖宜萱 蔡宜文 高雄报道 谢谢大家